大家好,我这里是小当家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道514题 Freedom Trail 这题,现在来说比较复杂 这题翻译过来其实就是一个游戏 它给了两个input 一个是ring,一个是key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一个轮盘上面 我们有一堆character 然后比如说这个 这是guarding 然后g-o-d-d-i-n-g 这么轮过来 然后它给了你一个key 然后你要去 这个加出一个箭头在上面 指着这个g 指着你的initial position 然后它让你去match这个key 一个一个去match 就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match的是这个g 我们可以match这个g 也可以match这个g 但是你要走最小的路径 它让你去求出一个最小路径 那我已经match在这个g上了 那我就不用再转一下 再lock这个g了 所以我直接走这个g 所以我走这个g的时候 走的是零步 但是它中间还加了一个cost 就是你在这个lock 你rotate要画一步 但是你最后这个press 这个press button的时候 也算一步 就比如说你已经指向g了 你点一下 它也算一步 所以你match第一个key的时候 你用了一步 然后我们要找到d d的话这边 一二 走两步可以到d 走三步要d 那我当然是走两步了 所以我走到这 算是两步 然后再press the button 也算一步 所以我press g 画了一步 然后走二 又走两步 这三步了 然后再press the button 然后四步 所以这个就是四 就是我们的最优解 例子懂了 其实这题的话 跟着这个例子走 我们就可以求出一个最终结果 我们想一下 就是如果要解这题的话 我们需要怎么做 这题怎么做呢 这个肯定是需要存储一个table的 对不对 一个table的话 就是我每一个character 它所对应的index在哪里 我从这index里面 每一个都取一遍 然后都扫一遍 这样去扫一下 因为greedy的话 理论上是不可行的 所以这题基本就是一个dpt 中间就是操作还是挺复杂的 就比如说你这个index放进去 对不对 我g在这 这是0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这是4 这是5 这是6 然后假如说这个和这个 都是g 这个假如c吧 这个和这个都是c 那我往右走是0到1 而走到这的话是7 我这个永远都不会走到c的 那说不定我c下一个是d 那假如c下一个是n 那这个就是n 那我先走到这 再走到这 其实就是一步两步 但你先走到这 再走到这 那多了好多步 所以首先greedy是不可以的 然后如果用dp的话 你直接存一个index 也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我们中间一个小trick 就是我们每次求最小的cost的时候 然后如果出现两个都是在他隔壁的 对不对 或者在附近的 这边的话相对肯定会比较远 因为你存的时候是按顺序存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既求一个这个cost 这是这个i对吧 我n减i我也算一下 假如说这是7 那我总共是n是8个 那我减去7 也是1 所以走到这边也是1 所以我们取一下他俩之间的最小值 也能算出我们的minimum cost 有这个之后 我们的难点都解决完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这个代码了 代码的话就相对来说 当然也不简单 这个 我是前几年做的这道题 当时觉得还比较难 但是 做了一部分dp之后 再回归了 做这道题的话 其实就 简单了不少 所以 提做多的话还是有点用的 这个 这个我们要扫一遍什么呢 扫一遍 我们这个ring 这个ring的话就是我们已知的这些table 所以我们要把它存到table里面 table的话 我们的key就是我们的character 然后这个value的话是一个list 然后把 因为我们最后一个 一个会去便利这个key 会便利这个value 就是我们的index 然后把它们试一遍 以后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走一个了 直接走一个dfs dfs的话把这个ring和这个key带进去 ring和key带进去之后 我们每一次要match一个这个key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index 就是k 还需要一个index 就是 我们是从哪开始 我们是从这个0开始的 我们一开始指向这 假如下一轮的话 我要指向一个d 我就会指向d d的话就是2 所以这个index会直接跳 所以这个index不是 1和1向向跳的 以前我们都是i加1嘛 但这回不一样 这回的话 我们会跳到下一个character 指向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这里的index的作用 有了这个 这两个index之后 我们当然需要一个memo 就可以开始写了 首先写一个dfs dfs的话 有这个ring和这个key 还有一个i和一个k 为什么不用i和j呢 因为j的话 我一会儿还要用到 还有一个memo 有了这些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写我的dfs了 dfs首先 我需要知道一个terminal cases 对吧 就是我的key走到头的时候 就结束了 所以如果key 大于等于这个length of key 就是代表我所有的key的match掉了 所以我直接return个0 我就不再需要cost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走一个 走一个怎么走呢 forj in range of 这个table 是table i吧 这个i是一个index啊 所以我们要找出这个i对的character 这个i对的character应该是ring的 是ring吧 不是不是 我们找的key对应的key这个character 所以我们扫一遍 扫一遍之后 我们就可以走dfs了 dfs的话 每次我们走ring是不变的 然后key也是不变的 变的是他们对应的index j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走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指向的是这儿 然后突然我们下一个要指向d了 指向d的话 我们就走直d对吧 所以j就走到d对应的那些index里面 当然d可以对应不同的index 所以我每一个都试一遍 每一个走一个dfs key的话是 每次要往前走一个 因为我们每次mash其中一个key对吧 然后就是memo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dfs还有加一个cost 这个cost的话我们要单独算一下对吧 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 两边都走一下 cost的话就是我们这个j减去i 有没有可能这个j其实比i要小呢 其实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还是加一个absorbed value 所以这件i 然后或者是什么呢 这个n减去absorbed value j减i 然后我们在它之间取个最小值 就相当于向左走向右走 得最小值都求出来了 所以cost都求出来了 然后最后我们还要press这个button 所以这个还得加一个cost 11 所以我们这个result 要求的是最小值 所以我们把这个射成最大值 然后每一次每一轮的时候 我们比一下 求一个最小值 最小值的话 这就结束了 结束之后我们先可以测试一下代码 对不对 再加memo 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collections collections 这个spell一定要对 然后memo 居然没定义 哎呀 这都是比较小的trick 小的问题 其实面试的时候还是比较 比较tricky的 这个不要像我一样直接submit了 哎呀 这个table没带进去 这个也得带进去 哎呀 这个面试基本就不行了 太多小错误 来再submit一次 嗯 哦 这个已经找到对应的character 直接就扫了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list了 所以就可以iterate n也没有 这个n n的话是我们这个轮盘的这个长度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设成这个ring 最后我不submit了 我再一个一个测试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n定义了 k大于等于 所以k initialize有了 然后大于等于0 然后initialization有了 basic也有 缺不缺basic呢 不缺 然后cost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它之间最小值 这回应该是对了 哎啊终于对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状态 什么可以确定一个状态呢 我们这key走到哪可以确定一个状态 然后i代表说我们暂时轮盘转到哪了 也这两个可以确定我们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直接 就return它就可以了 然后在存之前 我们就存一个状态 把单存到这个状态里面 然后就可以submit 这回应该过了 哎还真不对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不对 kj-i 这还真是不对 jk加1 cost加1 i和j table都是从0开始 i和k可以确定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在memo里面的时候 我们直接返回 然后n等于length of ring 然后如果k大于等于这个key 就可以如果j在这个table里面 我们取一个最小值 最小值就是absolute value j-i n-to-absolute value of j-i 这回就对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